路加福音 第二章 在那些日子 凯撒 奥古斯都将旨 叫全国人民都登记户籍 这第一次登记户籍是在居里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候行的 众人各归各城办理登记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 到了大魏的城 名叫伯利恒 因为他是大魏家族的人 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登记户籍 那时 玛利亚已经怀孕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 玛利亚的产妻到了 就生了投胎的儿子 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 因为客殿里没有地方 在伯利恒的野外有牧羊人 夜间值班看守羊群 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他们旁边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人就很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看哪 因为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魏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 卧在马槽里 那就是给你们的记号 忽然 有一大队天兵 同那天使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众天使离开他们 升天去了 牧羊人彼此说 我们往伯利恒去 看看所成的事 就是主所告诉我们的 他们急忙去了 找到玛利亚和约瑟 还有那婴孩 卧在马槽里 他们看见 就把天使 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 听见的人 都诧异牧羊人 对他们所说的话 玛利亚 却把这一切的事 存在心里 反复思考 牧羊人回去了 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 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 就归荣耀于神 赞美他 满了八天 他们就给孩子行歌礼 又给他起名叫耶稣 这是他还没有在母妇里成胎以前 天使所起的名 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 他们就带着孩子 上耶路撒冷去 要把他献给主 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 凡投生的男子 必归主为圣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 用一对斑鸠 或用两支锄鸽献祭 那时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 名叫西面 这人又公义又虔诚 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 知道自己为死以前 比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他受了圣灵的感动 进入圣殿 正遇见耶稣的父母 抱着孩子进来 要照律法的规矩而行 西面就把他抱过来 称颂神说 主啊 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容你的仆人 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 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是启示外邦人的光 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 孩子的父母 因论耶稣的这些话就惊讶 西面给他们祝福 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 这孩子贝利 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 许多人兴起 又要成为毁谤的对象 教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剑刺透 又有位女先知 名叫亚拿 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 年纪已经老迈 从童女出嫁 同丈夫住了七年 就寡居了 现在已经八十四岁 她不离开圣殿 尽时祈求昼夜侍奉神 正当那时 她进前来感谢神 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 得救赎的人 讲论这孩子的事 约瑟和玛利亚 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 就回加利利 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 孩子渐渐长大 强健起来 充满智慧 又有神的恩典 在她身上 每年逾越节 她父母都上耶路撒冷去 当她十二岁的时候 他们按着过节的规矩上去 守满了节期 他们回去 孩童耶稣 仍旧在耶路撒冷 她的父母并不知道 以为她在同行的人中间 走了一天的路程 才在亲属和熟悉的人中找她 既找不着 就回耶路撒冷去找她 过了三天 他们发现她在圣殿里 坐在教师中间 一面听 一面问 凡听见她的人 都对她的聪明和应对 感到惊奇 她父母看见就很惊奇 她母亲对她说 我儿啊 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做呢 看啊 你父亲和我很焦急 到处找你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找我呢 难道你们不知道 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 她所说的这话 他们不明白 她就同他们下去 回到拿撒勒 并且顺从他们 她母亲把这一切的事 都存在心里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并神和人喜爱她的心 都一起增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